中共东部战区在今天早上宣布在台湾周边的海空域从事军业 我们的勤奸针系统也绵密地掌握包含中共火箭军部队等等的动态 那么国军会依据步班的交战规则来去做士气的应酬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社会大众都看得非常清楚 中共扩张的这种威权主义的对象并不限于台湾 那它整个的施压最主要的目的是利用威权的主义来改变以规则为基础的一个国际社会的一个准则 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的去有效应对它施压的这种各种手段 是我们国防部必须要执行的一个权责 我们所掌握到的它的兵力现况 在海上兵力的部分呢作战舰一共有17艘 其中有4艘在我们的东南应变区外 那海警包含的公务船有17艘 3艘是在我们的北部海域如图所示 那2艘是在中线 3艘是在西南 那另外还有4艘是在东部海域 那另外还有一个5艘是在外岛的部分 那空中兵力的部分呢 要特别跟各位说明一下的就是说 空中兵力主辅战机直升机无人机 那高达125架次 其中有90架次进入我们的应变区 我是海巡署副署长谢清清 那今天中国海警局有4个编队12艘海警船 在台湾周边24海里外海域航行 海巡署在第一时间成立应变中心 并调度线上巡防舰船艇 妥视应应 那在调度部分 我们以一艘巡防舰搭配一艘巡防艇 踩二对一的方式 全程掌控中共海警船的动态 现在画面就是早上 我们海巡三速顿艇 拍到我们海军南洋舰 应对中国军舰的画面 下一页 这一张也是一样 我们三速顿艇拍到海军南洋舰 对应中国海军军舰的画面 下一页 那这张画面是我们宜兰舰 三千顿级的宜兰舰 我们对应中国海警船的画面 那他们都在24海里外 我们全程监控 对应中国海警 怎么办 因为这个图图 不能扶持 所以